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 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 華文新勢力 這次美國如果拜登按照他的承諾 每個月每一天一百萬桶 六個月那有1.8億 可是他的存油只剩下3億多萬桶 那3億多的話對於美國來講 他就沒有安全感了 那問題就在於他的石油公司 能不能增產 那問題就在於現在的油價這麼好 他為什麼要增產 那我自己增產把油價拿下來 那我為什麼要做這個事 因為油價這麼高 我也就是說我用同樣的一瓶的東西 我能夠例如說我本來十幾塊 現在已經可以賣到一百多塊錢 那我為什麼要再多做兩瓶 然後讓它變成八十塊 那我到底賺了還是不賺 他覺得反正這個我還能夠撐一點 我就撐一點 那如果說造成的這個通貨膨脹 那他會去計算 對我油商來講 通貨膨脹我的損失跟整個國家的損失是不一樣的 那就如果是在商延商來講 那對於油商來說 好不容易有這麼一個這麼好的一個價錢 而且前段時間油價低的也有一段時間了 因為疫情來的時候那時候油價也很低 好那現在對於油商來講的話 就利用這一波把它賺回來 可是問題就在於人民要過苦日子 那因為物價一直在漲 而且油是最基本 能源是最基本的 能源它不只是用來交通運輸工具 可是它本身也用來發電 而且它本身也跟塑化工具有關係 那你跟這些都有連帶關係的話 你想想看我們有多少產品都跟塑化有關 都跟塑膠化學有關 那我們有這麼多產品跟這個有關 又跟油有關 又跟發電有關 那如果他們一漲的話 那是不是萬物其漲 萬物其漲如果你的薪水就是不漲 那怎麼辦 那現在的情況 歐美的國家因為他們的工費力量 還是強大 所以他們基本上來講政府會調薪 或者是企業會調薪 可是我覺得亞洲的國家 特別是我們台灣 台灣來講的話我們的企業很硬 台灣的辦公體 基本上還是在代工的一個階段 當然我們的代工已經是很特殊的 所以它才具有不可或缺性 但是問題就是說你還是代工 所以你的整個環節中 哪個地方被切斷的話 其實你看起來很強大 其實也是很脆弱 我們自己可以把自己說得很強大了 但事實上還是很脆弱 因為你是代工 所以你光刻機你也做不出來 那當然現在是因為依靠美國的保護 所以荷蘭還是提供給你光刻機 那美國沒有伸出自採之手 把你的光刻機斷了 然後你的原料還是可以從日本過來 那因為你也不會去得罪日本 日本也沒有伸出自採之手 來斷你的原料 那例如說日本曾經伸出這個自採之手 去斷了韓國的原料 讓韓國的半導體受到重挫嘛 所以你其實我們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 台灣雖然說半導體很強 可是你是代工嘛 那你中間任何一個環節 它都可以把你斷掉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有的時候我們要知道我們的長處在哪裡 也要知道我們的短板在哪裡 那短板中就構成你 像韓國我們現在強調了 韓國跟日本在吵架的時候 日本一樣可以使出殺手劍 韓國也可以使出殺手劍嘛 但是重點就在於說 這次的印太的經濟框架 它到底是以經濟為目的 促進整個框架內的成員國的繁榮 還是以政治為目的 要遏制中國大陸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嘛 像RCEP大家都知道 它很明顯的就是要促進區域內 也就是這個加入的國家本身的經濟繁榮 所以它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它是一個經濟的組織 經濟的架構 然後所以它本身的 就是掃除貿易的障礙 掃除貿易的障礙 那就是把關稅想辦法降下來 那所以第一波裡面 90%的這些產品 它的關稅都會降 然後對於東盟的國家 它保持比較好的優勢 例如說因為東盟的國家 它的工業技術比較弱嘛 所以像汽車的工業的零料件 對東盟的國家還是有保障 例如說但是15年之後 慢慢的就會降到跟發展 像日本這種發展中國國家的水平是一樣 那麼給你15年的時間去發展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經濟的架構 它是以經濟為目的的架構 所以主要的目的在少數經濟障礙 可是美國很明顯的 這個印太經濟框架 它是政治目的嘛 政治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的發展 所以它談到了供應鏈的問題 但是問題就在於 在供應鏈中 中國是不是不可或缺的 那如果說我美國的目的是 要打壓你中國的發展 我要單獨的再另外建立一套系統 是秉除中國之外的 一個供應鏈的系統 那你東盟的國家 有幾個國家會有興趣 因為它很明顯的 它跟大陸的貿易8000多億 它跟美國的貿易 跟日本貿易才多少 甚至連日本跟大陸的貿易 都比日本跟美國的貿易多了 那所以韓國跟大陸的貿易 比韓國跟美國的貿易多 韓國當然一開始就表態說 對不起啊 你要我辦老體 我不跟你玩了 對 那這個就是態度就很明白 因為會傷到我的利益 好 那從這個角度 你以政治為目標的 所謂的經濟框架 用的名稱很好 但有什麼用呢 我覺得美國做的這件事情 坦白說是很不道德 因為這個錢不是美國人的錢 這是阿富汗人民的錢 那阿富汗人民的錢 放在美國的銀行保管 那美國把它凍結 拿走一半 說去給這個911的受害者的家屬 問題就在於911不是塔利班政府 也不是阿富汗人民幹的 對 是賓拉登的蓋達組織幹的 賓拉登的蓋達組織 是當初美國人幫他們成立的 設置的這樣的一個組織 而這個組織的成員的頭目 是美國專門去培養訓練的 所以美國他們專門培養訓練 這樣的一些成員給予裝備 給予武器 給予組織 然後把他送到阿富汗裡面 去跟前蘇聯作戰 那打得很不錯 所以就授給他一個聖戰式的 這樣的一個封號 授給他聖戰式的封號 等到蘇聯崩解了 跑掉了 然後這個組織說 我們也不希望美國人留在這裡 所以他從這個聖戰式 轉變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組織 同樣的一批人幹同樣的事 只是一個打蘇聯的時候 是聖戰式 一個打美國的時候 就變成恐怖主義組織 但是這個美國人所扶持 建立起來的恐怖主義的組織 他或是一個聖戰式的組織 他本身去攻打 美國的無辜的平民百姓 造成三千多人無辜 平民百姓的死亡 那坦白說 間接的幫兇應該是美國政府 所以應該是美國政府 要有責任 要去賠償這些無辜的 美國的人民 他們的罹難 他的家屬 然後給他們撫慰 這應該是美國政府的責任 你至少要承擔一部分的責任 那另外一部分的責任 應該是蓋達組織要負責的 可是不會是塔利班 因為塔利班不是蓋達組織 阿富汗人民不是蓋達組織 人道援助 是你美國應該是 用人民的拉稅錢 來給阿富汗人民人道援助 可是阿富汗人的錢 應該還給阿富汗人 這是兩碼之四 這個為父不仁 而且為道不仁 這個盜賊 盜賊做完了以後 還要裝善人 這沒辦法接受 就是我搶著你的錢以後 玉琴我搶了你七十塊錢 我再給你兩塊四 然後說我給你恩惠 我人道主義我救援你 我讓你窮到沒辦法過活 我再給你兩塊四去過日子 然後我對你是救援 我覺得這個強盜裝聖人 更看不下去 你強盜就說你是強盜嘛 蘆布當時在被美國人他們重挫 其實是一個金融戰 因為當時我們就說 歐美的國家對於俄羅斯 實施了金融經濟戰 就是把他趕出Suit的時候 你看歐洲 這個俄羅斯的央行都被趕出去 蘆布重挫 那麼一直從81 82點到150 一半就是整個夭折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說的話 他要救蘆布很重要 那就把他 他馬上宣布 因為俄國本身的黃金的儲量就夠 他的儲量本來就夠的情形下 他就馬上宣布 我用蘆布來盯準這個黃金 用金本位置 那就是說我蘆布是沒有問題的 你要放心 因為多少蘆布 就是你剛剛講的 5000蘆布換一顆黃金 所以他把它盯住以後 蘆布就止跌了嘛 那蘆布止跌了以後 這個時候他開始要把蘆布拉回來 那蘆布拉回來 那金價也就會拉回來 因為我盯住的話 我的蘆布一直漲的話 金價難道不就一直漲了嗎 其實他就採用這個方式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變成對歐洲人來講 他變成一個麻煩了 也就是我本來是比較便宜的 買到的蘆布 我現在要去換黃金 那要不就是 就是說你如果不肯支付蘆布 你就支付黃金 那你這個時候你就是損失 那你損失 你不願意損失 那你就要支付蘆布 可是你支付蘆布 你就違反了G7 他們共同的一個決議 沒錯 想當初你們怎麼制裁的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在於 G7他這樣的一個決議 是希望能夠帶動北約的國家 因為北約的這時候 30國也都被制裁 因為都是被列為不友善的國家 那這個北約他也希望說 我G7來帶動北約 我也帶動歐盟 歐盟的27個國家 總共有重疊 所以重疊一下來的話 就30幾個國家 我想把它 他們想把它框在一起 就大家團結 來一起對付俄羅斯 然後再擴大到 韓國 日本 到台灣等等 這些來或是新加坡 被亞洲被列為 不友善的這些國家 或是地區都把它併在裡面去 把它綁在一起 然後我們用48個國家 來對付你俄羅斯 那你俄羅斯本身的能源 賣不出去的話 那你一定會投降 因為石油天然氣 是俄羅斯很重要的經濟產業 那你沒有的話你就撐不住 可是問題就在於 俄羅斯本身的普丁的外匯存體 存了6000億美元 所以他本身是可以支撐的 一段時間的 那他的一半的錢是被你美國人 歐洲人凍結嘛 所以你歐美人先違反條約了 違反合約 那對俄國人來講的話 我也違反條約 因為本來合約上寫的就是 以美元或是歐元支付 我也把你斷絕 我很短的把它結束 因為普丁有交 被列為不友善國家的兩招 他說第一招 你就在俄羅斯 把你的石油天然氣公司 設一個子公司 然後你把你的歐元或是美元 匯到你的子公司 你的子公司 就在我的外匯市場裡面 買蘆布 買了蘆布以後 你用蘆布支付給我 這不是不就解決了嗎 這是第一招 那第二招怎麼辦呢 就是去找這個 我們有很多的銀行 是在Suite之外 體系外的銀行 那體系外的銀行 已經被踢出去了嗎 沒有 他本來就沒有交出 這家天然氣銀行就是在之外 對 就是你在外面的一個銀行 然後你就把錢匯到那個地方 匯到那個地方以後 他會去買蘆布 再用蘆布來支付 那就解決這問題 我的推斷是這樣子 我覺得俄國會對於 他在烏克蘭目前所掌控的幾個區域 因為這個區域是很明顯的 他的軍事目標 初步已經達成了這些軍事目標 我覺得他應該會實施四個字 就是整頓與鞏固 就是我把它鞏固住 然後我把它整頓好 哪兩個地區呢 一個就是赫爾松這個地區 赫爾松州 因為赫爾松州 它關係到克里米亞半島的整個發展 它我們已經多次講 它主要是掌控了克里米亞半島的85%的水 還有就是天然氣的供應 那這個州很重要 這個赫爾松市更重要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赫爾松在第三天就落入俄國人的手中 而且它的運河已經填滿了水了 所以這個運河已經有十幾年 沒有進入這個克里米亞半島 現在這個水已經進入克里米亞半島了 所以克里米亞半島可以開始灌溉 可以開始進行農業的生產 能夠進行農業的生產 就能夠進行觀光的活動 然後能源也進來了 所以它電力也恢復了 因此它可以在這個觀光旅遊業 就可以活躍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對俄羅斯來講 會把赫爾松州這整個地區牢牢的控制住 這也就是為什麼 哲連斯基處分了赫爾松州的這個安全觀 一個將領 你是說就是這個所謂的叛徒嗎 是 就是裡面有一個就是赫爾松 所以他哲連斯基認為應該是跟這個叛徒有關 就是怎麼會沒有什麼交火 這個整個州就落入俄國人的手中 現在俄國人已經控制這個州 我認為他不會放他不會交出來 而且說不定在沒多久 等到確定安全以後 他們可能就會舉行公投 又獨立出來了 又是一個國家 而且你抖爾松國會 шее地區第三個 對 我覺得想可能 有可能 那成為赫爾松共和國 或是被克里米亞共和國 然後有可能公投要想加入俄羅斯 成為它的一個聯邦 這說不一定 我有在判斷啦 他有可能加入克里米亞 變成大克里米 那這樣更快 對 這樣更快 這樣還不需要在進攻 这个程序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这个顿巴斯地区的 两个共和国 所以这个马里乌博尔 是一定要拿下来了 那拿下来以后 他们为什么目前来讲 不让在马里乌博尔的 乌克兰的军人离开 他们要去逮捕审讯 他们要确定他哪一些人是纳粹 所以俄罗斯他们会把 他们的检察官跟监察员 都派到这个马里乌博尔 然后要对于这一些 新纳粹的这些人 要提出公诉 那公开的审判 其实主要的就是要像 古籍社会或是像俄罗斯人 那么跟欧斯拉夫人证明说 他们是执行正义 他们是对于这些纳粹分子 他们的罪行实施审判 所以这次战争是符合正义之战 我觉得这个动作一定会做 那是未来后面的事 战后的事情 那所以对于这个顿巴斯地区 的这两个共和国 我觉得他们会对内部 做一个更细的清理 清理完了以后 尽快地恢复它的社会秩序 然后就开始春根了 春根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 就是说俄国它目前的 大的兵力会放到这里 另外就是对于 乌克兰的军事要点 继续地轰炸攻击 这台水神生成机呢 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嫂 放不放水神生成机呢 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 来 中天的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们 你们可以独家散口这个好汤 请你上快点购 数料有限 你要买要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